什么?1800万的手表?你抢钱呢? 就是,你一块破表就要1800万,小心我告你敲诈 怎么?两位不信? 哼,你一个送外卖的,能带得起1800万的手表 你1800块的手表都要啃三年的馒头 还1800万,你唬谁呢? 对啊,你敢跟我喊1800万 老子今天,让你进去采几年缝纫机,你信不信? 我扔你个低接,我老大十三事 警告,自己或者保镖等人,不能主动表明宿主的身份 否则奖励 停停停,铁柱,这个不能说,不能说 好的老大 证明不了吧,切,什么东西 一个时候送外卖的,还带1800万的表 你咋不说,你带18个亿的手表呢? 就是,想要讹人,也有点脑子行步 不然连自己都骗不了 特么的,这怎么办?当初走得急,没在意 发票和证书什么的都没拿 那个百搭斐地的老总说,改天给我送过来 这段时间太忙了,我都搞忘了 算了铁柱,给钱总打电话吧 就说我们在五小区,问他现在有没有时间 好的老大 切,还叫钱总,你今天就是叫牛总来 都没用,不赔我250万 你走不出这个门 老大,钱总说他马上送过来 让我们稍等 行吧铁柱,那我们就等一会吧 唉,就是可惜了,又耽误我送一单的时间 请问哪位是十三先生 咦,这不是我们公司的老总钱大富吗 他怎么会来我家的 难不成我前两天请他的小舅子马经理吃饭奏效了 准备让我当部门主管 嘿嘿,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钱总你好,欢迎您为林涵社指导工作 我是技术部的小吴吴能啊 前两天跟马哥一起吃饭来着 小吴,哪个小吴 算了,我现在没时间 请问哪位是十三先生 我就是 您是十三先生 十三先生你这是 我一时间竟没有认出来 我的天,这是在送外卖吗 这千亿级别的大佬就是不一样 体验生活的方式都如此的清新脱俗 果然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没错,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了带来了 这是发票和证书 您过目 老大,没错就是这个 行,两位这是发票和证书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另外还有神龙国百大菲力的总代理钱总作证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钱总不是过来指导我的 而是专门过来作证的 这个送外卖的到底是什么来头 十三先生,您这是无能 你怎么回事 怎么得罪了十三先生 钱总,你说什么 您竟然叫他先生 他只不过是一个送外卖的而已 何德何能 混账,这位是华为集团的总裁十三先生 你竟然敢得罪他 你不是找死吗 还不赶快给十三先生道歉 要是因为这件事影响到十三先生 对我们公司的看法 你就给老子滚蛋吧 这辈子都别在这行混了 什么,华为集团的总裁 他,他一个送外卖的 没错,就是华为集团的总裁十三先生 你眼瞎吗 没看出来人家是在体验生活 七,臭送外卖的 你从哪里找得多 还华为集团的总裁 就这点小把戏 也想骗老娘 我惹你个低借 小卡拉米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是购买百搭斐力的发票和证明 哼,你这肯定是假的 完了,都是真的 他摔碎的那个手表 真的是一千八百万的百搭斐力 你个败家粮们 老子怎么摊上你这么个东西 不是,你怎么打我呢 他这明明就是个假的 哼,你装傻没用 这一块表可是要你去蹲几年橘子的 特么的,那可是一千八百万 这下怎么办 就算把我全部加业卖了也不行呢 十三先生 我媳妇不时好歹得罪了您 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他这一回吧 老公,你怎么 你闭嘴 特么的,一会老子在收拾你 你先跟我一起给十三先生道歉 这是几个意思啊 打不过就喊爹 刚才你们可还想搂我二百五十万呢 我可不会惯的你 铁柱,这件事就交给律师吧 我们还得赶紧送外卖呢 好的老大 八草 顶级大佬的理解就是不一样 这一秒几十万上下的人 竟然忙着送外卖 难道这就是成为大佬的秘诀 嘿嘿 改天我也学一下 别别别 十三先生您就饶了我们吧 我替我媳妇给您赔罪了 钱总 您帮我说说好话 哼,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女人还要她干什么 不离了还留着过年吗 你无能有几个家能让她这么败 钱总 再怎么样 她也是我老婆 我不能 那我就没办法了 得罪了十三先生 只能怨你活该 十三先生 这一千八百万 我一时间实在拿不出来 您看 我先卖了家里的房子和车子 再跟亲戚朋友周转两百万 剩下的三百五十万 我以后打工分期还您可以吗 什么 要卖房子和车子 不行 绝对不行 无能你要敢卖 老娘就跟你离婚 没了房子和车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娘凭什么嫁给你 暴雪 你 丁 你有新的订单 请及时送答 有点意思 这男的看起来还算是有情有义 哎算了 一块手表而已 我十三不做那冷血之人 非得逼得人家家破人亡 就放他一马吧 铁柱走吧 晚点安排律师跟他们对接 该赔钱就赔钱吧 蹲橘子就算了 我还得送完卖呢 好的老大 谢谢十三先生 谢谢 我明天就去卖房 不是 无能你个窝囊费 怎么就答应赔钱了呢 那可是一千八百万了 你被骗了你知不知道 你还好意思说 这次我能卖了房救你 下次你我看你怎么办 无能 不就是一只破手表吗 你竟然敢打我 老娘跟你没完 离婚 必须离婚 铁柱 你 特么的 气死我了 伟哥 你送给我的狗被人打死了 什么 打死 算了 一条狗而已 改天 我再送你一只 你上次不是看上了一只泰迪吗 就那个 谢谢伟哥 要是我老公也像你一样好就好了 你老公咋了 他不是一直对你挺好的吗 好又有什么用 你知道 我想要的不是那些 再说他现在都倾家荡产了 又怎么能配得上我呢 倾家荡产 怎么回事 说来也倒霉 我前两天打碎了一个送外卖的手表 没想到一个破手表就要骗我们1800万 还要让我蹲橘子 我说那是假的 我老公不信 所以得卖了房子车子去抵账 什么 一只手表要1800万 我的天 什么送外卖的能带得起这种手表 我看它是哪个富豪体验生活的吧 好像叫什么13 还是华为集团的总裁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什么 你说的是华为集团的总裁13 竟然是他